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來講釋第四題 第四題要說 四個男生 三個女生 排成列 那要男女相隔 這樣的排法也是其中 因為男生比較多 所以你發現說這種排法 男生是不是已經在最外面 平時都是男生 所以他應該是長得像這樣子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這個是男生的話 這個是女生的話 他就長這樣 飛滿無敵 所以他這種排法 基本上男女相隔的 一定是男的在外面 沒有女的在外面的情況 那其中的這些位置都要排男生 請問這些位置排男生的話 他的方法現在有幾種 四間 因為四個人排四個位置 對呀 第一個位置有四個選擇 再來三個 再來兩個 所以這是四間 那接下來你女生來排 女生三個人排三個位置 請問有多少種 三間 三間 那這就是答案啊 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應該是 24乘以6 答案多少 14 14 這就第一小題 那第二小題呢 他是四男四女 兩個一樣多的時候 一樣排成一列兩頂相隔 那這樣的排法 你可以給我記住 那如果是男生跟女生一樣多的時候 那就不見得這個只有一種排法 對不對 那可能你是男生 在最右邊可能是男生 當然這個時候最左邊就是女生 當然這個時候最左邊就是女生 因為他的字一樣多 你可能是這種 那也有可能啊 是最外面 最左邊是女生 然後 再來 是男生 好 所以你可能分成這兩種情況 那這樣兩種情況呢 第一種情況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這樣排的話 這些是要排男生的 那所以男生有幾種排法 多少 四階嘛 四個男生排這四個位置 接下來排女生 女生也是一樣 有四個位置 所以也是 四階 所以呢 它就是24乘以24 答案就是多少 五七六 五七六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下面這種情況呢 一開始 左邊呢 是女生 那女生 排完應該有幾種方法 也是四階 男生呢 也是四階 因為也是四個人 所以這個算出來也是五七六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 五七六乘以二 或者五七六加五七六也可以 答案是多少 一一五五二 是嗎 好 這樣一個問題 好 好 謝謝